歌手周杰伦周末在西门丁会歌迷 尽管日前才发生JJ林俊杰在前场会上 遭不明人事殴伤 主办单位不敢大意现场加强为安 不过周董没在怕 除了关心好友的安慰 也坚持放下天网身段 就是要和歌迷近距离接触 周董就会发片 曲风多变 不过大伙似乎更关心他的终身大事 周杰伦除了承认将在18号生日当天 迎娶女友昆凌 也偷漏倾向在欧洲艳客 两人低调甜蜜 是1月18号就是我的生日了 对对对对 你应该吃苦了啊 我生日呢对就是会远离成宵 远离成宵 对对对对 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1月18号打算欧洲巨艳客 可能会在欧洲 对因为避免人群嘛对啊 面对忘年之教二姐将会宣布退出歌坛的消息 周杰伦除了再次表达震惊 也强调会在婚礼上邀请二姐 并乐意在写歌献给这位谈与天后 他只希望二姐丰麦的决定 可以再还一还 完留她对不对 我婚礼的时候会邀请她 然后我会希望 我们可以好好长谈一下 之前写的歌还不够啊 对啊我希望当然 有机会跟文山还可以写歌给你 对啊所以好不好 二姐麻烦这个都想一下 尽管心里不舍 不过周董表示 仍会尊重前辈的决定 至于是否打算与二姐合唱留下完美纪念 周杰伦笑说 自己属于录一间歌手 音准有点糗 高攀二姐这档事还是免了吧 主要设计者张静和王军 台北听见不到 好啊 其实这个人真的很帅 而且 而且